美国总统川普做了忙于美国大选级政务 对不明飞行物似乎也极为上心 他近日签署一项法案 要求国防部与情报部门在180天内 完成一份与不明飞行物相关的报告 并提交给国会 北韩劳动党近日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 领导人金正恩被推举为总书记 这是近正恩掌权后首次获总书记之称 但有消息指出其保美金与正 则未被选为政治局候选委员 也没列入劳动党部长名单 还有还没报道 南韩军方时日深夜发现北韩疑似举行阅兵 情报部门正进行密切关注 外媒报道 班基斯坦九日晚上由于新德省古渡火力发电厂 发生重大故障 导致各地陷入一片漆黑 影响该国2.2亿人口 造成网络连接率只有平常的62% 时日已经逐渐恢复工电 这只自2015年以来影响最广的停电事故 根据外媒Telgrave报道 特斯拉双办人马斯克的新链卫星宽屏系统 已经获得英国通讯监管机构的批准 年约被用为89英镑 这是新链计划进军其他海外主要市场的重要易平路 新航亚客电视总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